与你永远是永恒的缘 彩虹为这千步路边 我要告个为生命喜悦 万无可送你的慈爱 那地诉说你的恩典 万无可送你 亲爱的弟兄姊妹 愿主耶稣大大的赐福给你 在家里身体健康 要晒晒太阳常常洗手 出门要戴口罩 暂时不要这么多出门 好我们请基督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 谢谢你今天 让我们有这美好的机会 可以谢谢你的欢迎 求你圣灵与我们同在 帮助我们 我们奉耶稣的名 圣上感恩 把以下的时间 养忘都交错在你的手里 阿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 在以赛亚书第十二章第二节说 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是我的师哥 哇哦 其实呢 我们常常看到 神是我的力量 但是呢 很少看到 是我的师哥 一向来呢 我们中国人的文化 都以这个音乐来 来表达 我们的那个 心里面的感情啊 或者我们的心里面所想的 周一千小的时候 就看懂得细剧 就是用唱歌 来代表我对他的爱 来代表他对他的关怀 其实呢 人啊 都很喜欢听音乐 人们以不同的方式呢 聆听什么呢 一夜去 做起家 在他想象的演奏 演奏厅里面 他倾听 听奏用 他们的感官 以情感呢 来欣赏 有的时候看到 哎呀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 妈妈唱那首歌 哎呀 唱的 他自己流眼泪哭 我就看到你 我说你在干嘛哭 他说看到那个电影啊 听的那个歌啊 很伤心耶 所以 那个歌曲呢 会带给人家悲哀 或者是兴奋 或者是高兴 所以 这个管弦乐队的这个团演呢 听得最清楚的 就是 最靠近他们的 夜去所发出的声音 所以 我们可以说是上帝的 管弦乐队团演 只听到最靠近自己的声音 因为呢 为什么呢 因为没听到整体的演奏 我们就像叶伯 在苦难的时候喊道说 现在这些人啊 他说什么呢 以我为歌曲 以我为笑谈 你看再一次的 就说叶伯啊 你看啊你这么笨啊 你看啊 叶伯你不爱神啊 你看啊 你看你今天的这个遭殃啊 就是因为你可能不忠心 所以叶伯就说了 我的朋友啊 认为我是没有用的 现在这些人 以我为什么呢 歌曲 以我为笑谈 好可怜啊 再一次的歌曲啊 所以一波想起 王公大吉如何地尊敬他 他曾是奶多洗我的脚 磐石为我出油的成河 但现在他却变成被嘲笑的目标 他悲叹 我的情声音变为悲音 他应该是弹琴啊 很高兴的这个叶伯 什么都有啊 很浮游的啊 他是最浮游的一个 这个大富翁啊 现在变成什么 悲哀的歌曲 虽然交响的乐器 还有更多的乐章 叶伯就是无法听完整整首的棋子 所以他只听到 看到他自己的处境 他就报告 他也没有埋怨 就啊 他们在欺笑我 也许你今天只能听到自己 小提琴的悲哀 就是你的悲哀的一部分 我想告诉你 不要费心 你生命中的每一个细节 都是上帝谱写的乐器 你每一咒 每一个步骤 你所意见的 所发生的 都有上帝背后 为你安排 或者你正在聆听 一块 聆听什么呢 聆听轻快一跃的 长笛吹咒 那就为此赞美上帝 你什么都很好 你就感谢神 赞美神 并以别人分享你的什么呢 喜乐 所以当你在最兴奋的时候 你就看别人分享你的喜乐 告诉他人 耶稣真的很疼 我们大家 我们正在演奏的交响期 是上帝救赎了 基座 最终每件事都会互相效力 以达成耶稣的目的 上帝 谱写了我们生命的乐章 他的业续是完美的 我们可以信靠他的 所以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你的生命之歌 都是要唱给这位救主耶稣基督 不要埋怨 像叶博 不要埋怨 凭着信心 来仰望他 好 今天 我们只有一首歌可以唱 人生的歌曲 让我们唱给耶稣吧 因为我们知道 做这个歌谱的 就是他 在我们的生命里头 好 好 主啊 求你帮助我们 心靠你主 主啊 谢谢你主耶稣 尤其在我们的生命 师父不和谐又走阴死主 更要仰望你 求你帮助我们 仰望你主耶稣 帮我们在痛苦中 烦恼中 主啊 我们感谢你主 让我们成为 你交响其中的一部分 而你的业队是最完美的 主啊 我们在人生中 要唱出我们的生命之歌 用药你的名 我们奉耶稣的名 再次为我们弟兄姊妹 达到这个新冠肺炎 疫情的这个弟兄姊妹 为他们祷告 希望他们长着 康复 能够全力 我们感谢你 把我们的国家 医生 父士们 都仰望 都交托在你的手里 我们相信主耶稣 这个疫情很快就过去了 我们奉耶稣的名 祷告 阿们 我感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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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谢你